因為這個杯子最好用 那個杯子看不見了 或者也看不見了 好 我現在還要 我還要跟你做一個 好 這個已經喝進去的沾的東西怎麼辦呢 我們講 今天晚上不是一直講OPC嗎 就這東西 非常強的抗影劃機 比如說很多人臉上有斑啊 很多人老得很快啊 或是很強的抗影劃機 就嚴款人的酸老 人肯定要老 但是 慢一點酸老 不是很好嗎 所以它這個東西好在哪裡 心 你態度分量會不會對心理有一個反作用 不會 那為什麼呢 我們人體有很多壓力 然後我們吃進去很多不乾淨的東西 比如我們吃食品的添加劑 防腐劑 色素 轉記憶的東西 然後我們被輻射 看電視 打手機 微波爐 還有排油煙機 其實都對人體有害的 打手機 全部都有害的 還有壓力 各種各樣的壓力 造成了這個 現在怎麼辦呢 這是很強的抗影劃機 你看 怎麼強法 我們每天其實也是 如果早晨空腐吃兩幹 效果相當好 你能保證這一天的 我今天只放一點點下去 我不能放多 放一點點 要切 拿圈兒也是 你看 是不是 好了很多 再放一點點 還是 我不能放多 放多了它會變紅了 他這樣 他就把這些髒的東西 分解掉 是不是 他就把那黃色去掉 讓你清楚我們 體內的垃圾 我們體內 血液體 身體有很多垃圾 這個OPC 能達到這種效果 所以OPC 它是幫助這個細胞 正常生成代謝 我們每個器官 都是由細胞組成的 這些細胞不正常的代謝 這個器官就出問題了 肝有問題 肺有問題了 和某個呼吸道有問題了 桌上都有問題了 你說每天 每天早上吃兩幹 它按體重來 按體重 75磅的人吃一幹 我們每個人都超過75磅 所以要吃兩幹 這是正常的保健 如果有毛病的人 比如高血壓 高血脂的人 或者有很多 牙力很大的 憂鬱症的人 是嗎 很多肝有毛病的人 或者是肺毛病的人 那叫 還有癌症 很有效 那就要分析不同的狀況 吃不同的份量 因為它只有肌身上很多 你就要多一點下去 那當然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 所以我們都會成為專家 你學多了 聽多了就知道 某某人 它吃什麼份量 達到效果 我們就引以為見 這是什麼 這是第三個產品 好 好 等�chluss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